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国1972年到76年 换算得真快 我的意思是说 说起来是很想约以前的事情 但那个时候我们有一群朋友都特别喜欢音乐 喜欢看电影 就是很喜欢谈谈文化 宗教 那时候我们都对佛法很有兴趣 那时候我们在谈文化大革命 你们在谈文化 我们在谈文化 如何复兴文化 还真的是 说起来要不说特别有缘分 我在几年前读过一本书 叫做《僧侣与哲学家》 说的是西方一个哲学家父亲 和一个本来是学科学的一个博士的儿子 但是后来到印度还是西藏那边 在印度出席家 一个修行人 父子俩这么一个对话 但是我当时看这个书的时候 我居然就没有注意到 到今天我才知道 是赖声川导演翻译的这本书 对对对 我们两个其实是常常都会 就是除了戏剧之外 我们两个会花很多时间 做翻译类的工作 那做都是 就是大部分都是藏传佛教的一些 这个书籍 把它翻成中文这样子 你信吗 对对对 我们相信 我们是这个 对我们是 你觉得你们所信的 你是问信徒是吧 我们是信徒 是信徒 但是你们有共同的信仰 我们两个是有共同的信仰 团结在以佛为核心的旗帜之下 不是 他这种信仰 有没有改变 其实对很多人来讲 我觉得对于佛法这个字 很多人是误会的 其实佛法 这个佛这个字 它就是讲说觉醒的人 也就是说觉悟的人 觉无人 所以其实在佛教里面 它是没有偶像崇拜的 一般所谓的烧香拜佛 其实我们只是尊敬觉醒的状态 就是一个觉醒的一种状态 那当觉醒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般的人 其实是在一种迷惑的状态 一种糊里糊涂的状态 糊里糊涂活着吧 应该这样讲 所以我们在大学时代 就对这个就蛮有兴趣的 所以我们常常有一群朋友 就会在一起讨论 讨论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 是因为他那时候跟几个朋友 就在一个租了一个房子 住在外面就很前卫 前卫艺术家 然后我的朋友就跟我说 那天我们大家去看电影 他说我们去到他们家去 后来我们就去了 我还记得那天 也是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 然后他就抱着个吉他 坐在地上 这样在那边弹琴 我一眼看 我就觉得很纯的一个人 他就很开心 在那边自己弹着 就很纯的一个人 就是纳一注目吗 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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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 她自己告诉我说 我一走进去 她说她第一个念头 就是她说 这个人应该是我太太 她说 这真是姻缘 一看就对眼了 但是她那个时候 她其实是有女朋友的 这个细节可以往生拔绝 对 往生拔绝 妹妹 我的意思是说 那个时候 我们其实各自有朋友 你也有的 我也有朋友 真是 这种历史问题 其实 你说这种东西 可是很好玩 就是从我们两个第一天认识 我们两个 我记得那天认识 就一聊就聊了四个多小时 那就一见如故 相见恨晚 后一个小时主要谈 如何撇掉各自的朋友的问题 是吗 没有 我觉得 其实真正的夫妻 他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 就是真的是像朋友一般的沟通的关系 因为激情容易过 对 一般人就像我自己 常觉得很多流行的音乐也好 流行的小说 非常强调这种爱情 就是爱到死去活来 你严格看起来 我都觉得不是很健康 你不觉得吗 是 我们有一处戏叫女人说相声 里面就有一段 认为真的在那种 就是天雷沟通地火那样的恋爱 其实在这个里面是有一点 其实是有点病态的 没错 他们还都不同意我的观点 我就是说不要爱到那个程度 不是 不是 我觉得这个重点 你们俩重点不在这里 不太一样 不是 就不反对 也可以天雷沟通地火 也可以 但是要这个火熄得差不多的时候 下面呢 还有绵长的一个东西在 我觉得一个重点是这样 我自己一直觉得很多的人啊 其实对爱的了解是很陌生的 是 你知道 就是说我们很少这么多人渴望爱 可是你真的去看 有多少人对爱这个东西是了解的 爱其实是一种能力 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相信爱是一种能力来的 对 美女金刚钻 不懒的刺激活 有一个专门的词叫爱无能啊 对 所以爱里面 爱的能力里面其实有几个重要的特质 如果你的你去检验自己的爱里面啊 如果你真实的有爱 你这个爱当中必然会有给予 而且是主动的给予 giving 就是很主动的给予 在爱当中啊 他必然会有 第二个就是叫做我们称之为不失 尊敬 尊敬 对 respect 可是很多人把尊敬啊 会当作是一种 一讲讲尊敬 就是好像以下对上 其实在这个尊敬当中啊 在根本原来拉丁文的这个respect 这个字啊 他带有一种如实的注视着对方 就是你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我接受你现在的状况 我自己在在在检查非常多的父母 说他爱他的小孩啊 他真的其实没有真正看到他的孩子 他爱的是他想象中 他希望他孩子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有很多男人爱女人 女人爱男人也是这样子 对 你说这个话 让我想起这个罗曼罗兰讲过一句话 就说是真正的应该是什么呢 认清这个世界的真相 但是同时呢 还爱这个世界 我觉得大部分人 刚刚我们讲天雷沟洞地火 我觉得绝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说 其实不是我没有爱的能力 是因为爱的对象不存在 只要这对象一来了 我马上爱的能力就会出现 所以啊 他就觉得 你去看 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想 是吧 事实上你不这样认为 我不这样认为 我完全不这样认为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在平常就不具备爱的能力 他平常就不具备的话 就算对象出现 他依然不会具有爱的能力 所以才会爱得千疮百孔 但是我这点我真的是我要向您请教 就是我是明显地感觉到 那有些人呢 他对这个人呢 他就真的是很好可以做到 就是说我完全可以愿意把我的东西奉献出来 对另外一个人呢 他就不会是这样子 对 那他这样的能力啊 我们就不称这样是真实的爱 我现在讲的是一种真实跟健康的爱 健全的爱 在这个健全的爱当中啊 他的主动的给予啊 他是对任何人他都有这个主动的给予 有一种关心 他自然就有一种关怀 所以我举个例子讲 有一次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 他特别爱花 他很爱花 可我到他家看 我从来没看过他教花 您懂我的意思吗 后来有一天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觉得你不爱花 你说的爱花是喜欢花给你的感觉 但你真的 你从来我没有看过你去教花 他忽然间想 对哦 他就是喜欢花给他的感觉 那这个我不称之为具有爱的能力 您懂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在爱当中啊 他必然会有付出的 他就会有giving 我真的爱花 我当然希望他长得好 我就会自动的灌溉 我会给予他所需要的东西 但是现在好像是 但是又接着还有那个下面 我们讲说尊敬 就是说你在看待每一出花的时候 你不能 这个花不能灌溉太多 你灌太多 他会死啊 对 所以在爱当中还要有知识 还不能腻啊 还要有知识 要有knowledge 所以一无所知的人是一无所爱 这个可以是大学问了 这个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东哥感想很多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会爱吗 我坦白说 我刚才在听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付出呢 更多的时候 你要说 我觉得叫分享 就是说你是不是愿意 把你有的东西去分享给别人 那现在你看在互联网上 对不起 我又一再提 因为我真的很狭隘 我发现你做过来 就是你在互联网上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说 有一种人 他呢就特别的受人尊敬 那这种人 他通常呢 不见得是很有钱的人 但是呢 他一定是在互联网上 很愿意把他的这种东西 拿出来跟别人分享 他不见得是批评 他有些时候只是说 他自己的心得的一些体会的分享 所以你知道 现在在比如说 在日本也好 在美国也好 就有些博客 他这种博客呢 受到企业的很大的关注 那我们在百度空间里面 有发现 就这种人 比如说他的消费体验 他真的会是 因为爱这个产品和品牌 他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分享 跟别人去分享 他对这个产品和品牌的 各种的支持 而这样的一种分享呢 最后成为了 这个品牌和产品的 消费者的意见领袖 那很多的企业呢 对这一群人呢 是非常关注的 因为品牌 其实不是在品牌自己那里 也不是在公司那里的 品牌是在消费者心里的 对 我们自己在做剧场 也常有这种感觉 觉得其实我们在做剧场的时候 因为我们刚提到 就等于是有个平台一样 在这平台里面 很多人他拥有个平台以后 他就觉得这是一个表现的机会 对 就是秀 我们其实认为不是的 它是一个分享的机会 对 从表演者 从导演到表演者 到工作人员 他是一个跟观众共同来分享 这样一个作品也好 一个晚上或者是我们所创造出来的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剧场 的一个节目 我最近我也是自己反省自己 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 这个人生的路越走越窄 是吧 而且好像你得到了很多 但是你老觉得不够 这里边有个关键问题 就是说你的中心在自己 比如说我老觉得 我还想干什么 我还需要什么 我还要有什么成就 这样你就永远苦恼 但是我记得我有个老师 当时讲 对啊 就是说 如果你在这个社会上生活 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成功之道 他们是做生意的嘛 你就要想啊 别人对你的需要是什么 别人需要什么 你比如说从做生意的角度 讲也是这样啊 你能成功的想出别人的一种市场需要 你满足了这种市场需要 你个人自然也就满足了 所有事情都恰恰发生的 在我跟你聊这个之前两个小时 我在跟我们公司的一个首席产品 是在沟通 我在问他 他这么多年来 怎么样把一个产品做到丛林 然后超过了主要的竞争对手 那个机制开头的公司 我们在中国大陆市场 百分之六十几的市场 我问他 为什么你可以做到这一点 他说其实我能做什么 是次要的 他说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不断的很谦卑的去听 到底我们的消费者需要什么 所以有一个词在我们公司 是很有意思的 叫用户体验 用户体验就不是某一个部门 虽然我这边有个部门 叫用户体验部 但是我们认为全公司的人 都叫用户体验专员 就是说首先这个事情是 不是说你能干什么 你能做什么 首先是他需要什么 所有的事情都原点在于你之外 这个最近有个词叫去中心化 叫去中心化 就是说你怎么样把自己放得足够谦卑 足够低 然后呢 就甚至是无为 你从别人那里听到东西 你把别人要的东西集合到一起 稍微能满足一点 你就可以做得很好了 可是刚刚我回到你提的 刚刚我觉得你讲一个 你讲得很好 你讲到说 你忽然间觉得把自己放开来 我们刚刚讲到说 在佛法的这个觉醒者 其实觉醒者最重要 觉醒的一样就是 他发觉所有人类的痛苦 都是源自于太看重自己 都认为世界就是绕着自己在转 是这个原因 然后真正正正的觉醒者发觉 世界是相互在影响着 所以你在为什么有这个利他的想法 就是其实是改变一个 我们长期以来只重视自己的这样一个惯性 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到其他人身上 然后我自己这么多年下来 走在这样子一个我们称为佛法的道路上 我自己的感受是 我只要任何事情 如要以自己做出发 只想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 我发觉其他就是一切痛苦的根源 可是如果我只要见事情 我想到的是其他的人 我觉得那就会 就是我希望怎么样带来快乐给所有的人 这个整个东西就成为另外一个 就是一个快乐的一个根源 就怎么做是怎么对 对你怎么做都是都是很好的 你知道现在起现代的企业管理里面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 叫企业公民概念 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 他真正的把自己视为 整个社会组织的一个公民的时候 那么他很多行为 比如他会像他像社区所做的事情 其实是不光是利他的 最终也会利己 最终一定会利己 也会利己 就是说你会发现说很多企业 他也没有做很多的广告 但是因为他自己的组织 他有这样一个逻辑之后 他的员工就会更加的爱这个公司 他周遭的消费者 在他这个公司犯错误的时候 更容易去为他化解 为他去原谅他 那么就会省掉很多的公关费 所以就是这种修炼 你知道我最近我在公司里面做这个工作 以前我负责公司的公共关系 就我们会发现很多 总是有这样的问题 那样的问题 后来所以我现在就抽身回来 就做什么事情 重新我们去梳理和修炼公司的品格价值 然后修炼过之后 会发现说一个好的公司 你之所以能够最后成功 一定是你要每天问自己 我能为这个时代贡献什么 这个我也做过一点实验 就是比如说我原来是一个不孝的人 在公司里不孝 人家觉得这个人很怪 就是好像同事也不大跟你接近 然后我觉得要改变 改变呢 要向世界奉献笑容 这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我说我做实验 从早上起来 我对我见到的公司 每一个同事 都这么想 是很假 但是就跟人家拍拍肩膀 打打招呼 就改变了你一往带人处事 当然是立竿见影的 到第二天 你收获的是全公司人见到你 对你的笑容 办事也容易了 而且你别小看这个挤出一个笑容 就我刚才说 那个僧侣哲学家那本书 说赖成川跟其中的这个和尚 这个这个有有有有缘分 认识 所以就发现一个什么现象呢 就是人在极度喜和极度悲的时候 这个他是导演 他观察发现这个面部表情 很像 反而是接近的 然后呢 就是说 急冷和急烫都是一样的 然后就是说 他搞不清楚就是说 比如说你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过一会儿啊 你会发现 你真的就比较高兴了 到底是外在影响内在呢 还是内在影响外在呢 他说这个事啊 这个是Berkeley一个教授 他做了很多年的研究 就是关于说 他认为人 我们说人有七情六欲啊 他说人其实有七种表情 这七种表情啊 放出四海都都差不多的 然后呢 很有意思 如果一个人啊 刚刚你提到说 我就是勉强这样笑 我告诉你 弄甲就会成真 因为他经常这样 他是这样子说 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 就是这样笑 他就是 他不管他怎么样 他就是这样子微笑 最后啊 这个人会过得比较开心 我给你讲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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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天呢 我在研究一些不同的企业的 这个企业文化管理的时候啊 他有一章 就说我们公司要倡导一种愉快的生活状况 然后呢 他会细节的要求公司员工 每天第一个笑容要露出六颗牙齿 他会要这样要求的 没牙子怎么办 但是他就 其实那是这个玩笑了 要求露出六颗牙齿 那很多员工都觉得很反感 开始的时候觉得好假 但是呢 后来发现呢 这样的一种强行的推行之后呢 整个公司是比较快乐的 员工会觉得说回到公司比在家里面还要快乐 咱们去一下广告 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不是说迷信啊 但是的确啊 这个这个人就是有很多特别不寻常的一些缘分 像比如说像这个戏里展示出来的 就是一种缘分 我不知道像你们的家族的故事 比如像他们都是从大陆过来 你能不能减述一下你们家时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云南人 然后父亲是 其实是过去也是做媒体的 他是在 他很年轻 就是在做了昆明日报社社长 然后 那他后来就 因为就是这个台海的关系 那他们就是 就是讲了从点满公路出来逃出来 其实我母亲是从上海出去的 从上海到了广州 然后到了香港 然后所以我是在香港 跟云之凡一样 对对 我是在香港出生的 就是 广东华都可以搞的 广东华是港 你在你的这个父母身上 能不能感到这种对大陆的那种情节 会感觉得到的 在我们小的时候是完全可以感觉到他们的那种乡愁 就是总是还是很想 他们觉得有希望能回去是到什么时间 大概是在七年年代到八年年代 才意识到 对对才意识到 就是二十年都以为要回去 都还是觉得要回去 对 我讲一个故事 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们说 他那个时候在金门当兵 他说有一次在金门的时候 你知道金门就是在前线吗 我们叫前线跟厦门是对到的吗 对 他说有一次蒋经国要去巡视 结果他们就要负责去把所有的一些老兵就负责着让他不要不要跑出来 为什么因为有一年蒋经国去老兵就跪在那个那个路上 就是要求带他们回大陆这样子 这样子的就是所有的老兵就是出来跪着 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大陆 你要知道那个都是来自全国各省 所以这种这种情况在我们 尤其很多我们是没有住过眷村 但是我们很多朋友住过眷村 邓立军小时候就在眷村 这里面很多很多这个 其实演艺圈很多朋友也是从眷村出来 是小丽女士 对对对 所以他们对于那个眷村的那种感受 在眷村里面这种感受也特别的强 军人家属住的那个村子 那可是南强北调 全中国的语言都在那 对对 你说这个我也想起一个故事 我是听了一个我们这里的军方拍纪录片的一个导演讲 当然我没有核实过 但是这个故事啊 即便是虚构的也很有代表性 他就说当年这个就是国民党啊 撤退到台湾 当时不再从这个海上有一艘军舰 不发生了这个起义吗 发生了起义 就就是我们这叫起义了 就有一部分回大陆了 但是另一部就在海上分道扬镳了 另一部分的去了台湾 这当中有一对情侣 这个有一对情侣都是军人嘛 女的去了台湾 男的回了大陆 他说啊 我没没核实过 他说就是建国第一年 这个这个在天安门广场上阅兵 排头的那个护骑兵 其中有一个人 就是这个我们这里叫起义 还是叫反正过来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呢 因为有这么一个遭遇啊 他常年在新疆 遭受历次政治运动的这个迫害和冲击 因为当年是国民党嘛 到现在呢 就是生活的特别苦 在一个小村子里 住在一个土窝子里 而现在前两年说 有人找到了 他的这个这个这个女朋友 在台湾什么海军 好像是已经做到中将 做到中将 然后呢 说你们两个人啊 而且这个女的终身未嫁 就是可能心里一直还惦记着 这男的娶了吗 这我忘了 就是这个这个 反正女的终身未嫁 然后后来他们这个这个导演就跟我说 他们这中间就好事之徒就穿着呀 就说你们见个面吧 你们这么多年 好才会互相思念啊 就见面 结果这个老人在新疆的这个老人 他的回答很有意思 他说 已经错过了一辈子 也就不必再见面 就不见面 就很多老的 他真的他老了之后觉得情愿保持那个回忆 而不愿意再 在就是已经到这个这个样子的情况了吗 对 其实这种 我们刚刚提到 当然是从外省的这个观念 从 这也是为什么外省人跟本省之间 有这样子的一些张力在台湾 就是本省会觉得 你为什么不真是台湾 你知道 就是能到这么久 那还想要回去 这样子啊 也是形成了一个这样子 对 一个张力 所以我记得当年这个 呃 说这个两百万人跑到台湾 有句话就说 从火夫 包括蒋介石 对对对 都是被命运带着走 对对 你以为他能做什么